好想要创造双赢当然就是要靠外交手段 还借会董事长林中森20号交往上海 和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展开两岸两会的第九次高层会谈 并且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而林中森今天在行前进展会强调 两岸签署的各项协议没有让利 只有互利双赢 对第一次的凌晨会已经做好了周全准备 两岸两会第九次高层会谈即将登场 并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林中森18号在行前记者会强调 已做好万全准备对此行充满信心 一定是遵守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是利益最大化 冲击极小化的这个基本原则 为国人我们争取到最大的扶持 林中森20号抵达上海后 下午两岸两会将进行最后一次预备性磋商 21号上午凌晨会正式登场 并在下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晚上林中森还将拜会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等人 不过关于服务贸易协议的具体内容 则要等到签署完毕后才会公布 这次服务协议中许多待遇优于WTO 对于外界忧心是否让利过多 林中森强调两岸界没有让利 只有互利双赢 根据这样一个服务贸易协议 两岸来落实之后 一定是两岸互利双赢 这个没有什么让利 都没有让利 是互利双赢 主动与媒体记者握手 即将出发前往上海 林中森充满自信 期望能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余电TV赖伟胜 陈君硕 台北报道